PB 石墨熙 速崩驅動版 搖零共賞 來沙發健美吧 你說你正常 他說你不正常 我就會 你正常嗎 這是私人群組 群組喔 現在很多群組耶 就什麼幫什麼幫一堆啊 然後沒有 就是商量一個事情 只要超過三人就會講 對 群那個滾雪球越聚越大 我就一直拉 拉 對 拉個群 拉個群 還覺得拉在腰上 有點冷 有的在群裡面呢 大家一起在罵一個人 後來才驚覺 那個人也在群裡面 好長喔 好長喔 所以我們在進入 這群工具的這種網路的世界呢 我們要重新學習一種 進對 應退的 對 一種方法 OK 那這裡面也有人情世故 講到人情世故呢 坦白講 這真的是要生活的歷練 然後年歲的累積 所以今天我們才會重金禮聘一個 一不置入 二不宣傳 好不好 好 張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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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美恩姐講到一個重點 其實真的人在江湖有時候呢 明明聽到已經有人在隔壁了 你還是不能出聲音了 對 有一次我們在一個餐廳裡面 我就聽到美恩姐 跟一個黃姓製作人 在隔壁一直講一些政治的事情 那我們就在另外一個房間裡面 都沒講話 而且你那天喝很多對不對 可是我們在外面的包廂 你怎麼會知道 因為那個包廂 已經包不住你們那一群人了 真的嗎 一般包廂的隔音也沒那麼好 Oh my God Oh my God 是不是 我嚇壞了 好可怕 好可怕 然後那個老闆說 要不要過去打仗 要不要都會演 沒有 我們那天都是三個女生 三個嘛 對 對不對 然後我在講說 我遇到什麼困難 然後我要堅持下去什麼的 我們都聽在耳裡 加油 但是加油不能用嘴巴說 因為美恩姐已經開放 政治現金的帳號了 麻煩你哥 有 沒有堅疏 我先打電話 市長還要再現回去 來 別位黃若瑋 謝謝 嗨 好 來 以及我們的何宇文 嗨 來 大甘 以及佩勳 嗨 怎麼辦 我這個沒辦法笑話 我主持不下去 今天才知道 才知道 你沒有在講他壞話 你有聽到美恩姐在罵政府 還是怎樣 請問你哪裡呢 群組讓你覺得 部分昼夜很擾民呢 A 親友群 B 工作群 來 親友群還是工作群 請舉牌 好 喔喔 來 順哥 你是工作群 但是親友群也有很多啦 因為反正呢 我們對於資深前輩有一個特權 就是可以一起舉兩個牌 對 B就可以啊 你長變就變啦 這兩群都有很多朋友 然後都很熱情 一天到晚要跟你打招呼 從早呢 從一大早你又發現 有兩千多風這樣子 那你要一一跟他們回說 你好 你好 照… 就是這樣子呢 我在廁所裡面 經常要坐半個小時就一個小時 我這個人又覺得說 這一組回了 那一組沒有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對 因為這一組也有可能 有那一組的人也在裡面 對 你一代校將 你回訓息需要有哏嗎 因為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現在先刷 刷到一個 你覺得那個哏圖很多的地方 對 就 再轉發 回人家訊息 還被人家回說這個不好笑 你問我幾點吃飯 我跟妳講八點 為什麼我要好笑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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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輩的親戚 他會傳那個長輩圖那些的 我就全部都關通知識的 他們很奇怪 都不回喔 可是他們也這樣穿了五年喔 對 就是我都沒有回應 我是完全不會有任何回應的 工作就不一樣啊 比如說我們老闆小偉哥 他要發工作給你是沒在管時間的 半夜一兩點常常會有 我很怕這種 是沒有錯 給你工作是好事 但他的態度就是 呼叫呼叫 因為我的群 因為我LINE裡面是叫 英文名字 那我英文名字 Winnie Ho Winnie Ho 他最了解我嘛 我叫Winnie Ho 所以他就會這樣 哈囉哈囉 Winnie Ho 你在嗎 因為那個名字取得太好了 問你好嘛 Winnie Ho 一直給你問好 工作你要回 如果你晚回 老闆一定會不高興啊 然後 還有一種是 其實我們難免是需要請假 類似問你要出國 你可能六月你就會說 我七月五號要出國請假三天 你知道我們老闆會打什麼嗎 會打什麼 他會打 叫無言的意思 對 他就是無言 就是好像他有點不爽 又不得不讓你請 工作群 基本上你還是得力的人 就你最起碼 你還是要賺錢 所以我不會回他 我不會說點點點 然後我不會跟他說 點屁啊 我也不敢啊 對啊 所以你還是不會 你還是會跟大家回嘛 但真的人情壓力 是來自於親友 我有個家族的群組 裡面三四十個人 都是我們群組 尤其阿伯已經退休了 一天到晚就說 長輩圖當時就不講了 還告訴你說 老家門口的水溝蓋 越來越黑了 然後呢 我們不知道回什麼 還要說 我幾月幾號 想要主持一個家族旅遊 他很熱情 家族旅遊 我請客 然後就講了一些什麼 登山步道 大家都沒興趣的地方 登山步道還叫他請客 對 然後請家人 踴躍投票 然後一傳 四五個小時 一個人都沒回來 好感動 一票都沒有 不是 就連回應說讚都沒有 連訊息都沒有 連點點點都沒有 就那個東西打開來 很像他的公布欄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他一個報告欄 他在留言 後來我們都不理他 想說怎麼辦 我還在想怎麼辦的時候 就發現 那個阿伯退群組了 然後呢 我們就打給他兒子說 去安慰一下 好 安慰完他回群組之後 我們當然說 沒有啦 阿伯 我們剛好在忙 那天我看一下狀況 有的話就把你拉 我們就去參加 他說好 那麼我再組織下一波的行程 開始在打論那裡 你不回他 他會對你怎樣嗎 不會 他會哭 他會哭是不是 你拿衛生紙給他就好玩 可是工作群組就不是這樣 我比較認同宇文說的 就是你不回 就沒有辦法 像我以前有一個主管 他就很喜歡就是半夜 大概兩三點吧 就傳電訊說 你幫我找個數據 他可能睡不著 然後我好不容易 已經醞釀睡意了 就驚醒你知道 趕快去打開電腦 然後開始幫他找數據 然後到5點的時候 打電話來說 你幫我通知一下 那個什麼什麼人 我說現在是5點 我說我知道 我只是怕你忘記 我只是怕我也忘記 所以我把這個當成備忘錄 我知道 有 然後我就說 我的LINE不是你的備忘錄 他就說不會怎樣 你可以不要開聲音 你可以不要回 然後我就說怎麼可能不回 我覺得工作真的壓力太大 但我比較沒辦法接受就是 家人 親友團 你知道老人家都很早起 6點 5點起 就爸爸 姑姑 去甩手 開始去甩手 對 就起床 他們那時候就會傳個什麼 早安圖給你 然後我就覺得 每一次打開就是 一堆長輩早安圖就算了 有一次我還收過 我跟我隊友的早安圖 我們的照片被當作早安圖 我有一直打開 他想說 哇塞 很可愛 都很幸福 李萱 麻煩一下你這一組 傳給我好不好 我也要 我也要 對不對 孫哥 你一樣嗎 一找精神就很好 精神很好 對啊 這個長輩早上看到 這樣子會卡咩 每日早晨 燒來我的祝福 對啊 這個比蓮花好一百倍 好多啊 看得心情好啊 對啊 你應該要收費吧 其實你做一個 對 你做一個 你自己的長輩圖 然後開始叫大家下載 對 而且你是名符棋子 你是有長輩的喔 有喔 有喔 長輩圖 但我覺得苡萱 她是自己有很漂亮 讓人看得心情好 長輩圖對不對 但我爸呢 自從學會見群組之後 他就把我弟還有我妹 我們家也不過 就三個兄弟姐妹 叫他四個人成立一個群組 然後他就是每天 都用他的 自拍照洗飯 你說我要拍壺 我爸每天自拍 他每天會輸得由頭 然後這樣閉嘴 然後敬畏都一樣 每天喔 整天喔 這個我們到底 小孩要講什麼 好 我來看一下 對 沒關係 妳要說祝妳爸 而且他有時候就是 比如說爬山 或是跟鳥跟狗 就是他都會自拍給我們看 然後一開始 我們還會很熱情說 讚喔 帥喔 今天去哪裡這樣 後來真的是太惱人 我們後來就慢慢就是 忽視這個群組 WhatsApp 你如果退群 他上面標了字 誰在誰已退群 不是 他寫誰是寫離開的 離開了 以前我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 然後Paul是我們的群組 然後有一次約吃飯 反正呢 反正東搞西搞 變成他就火大 他就退群 我當時不曉得你知道嗎 我看到那個訊息 我靠 上面 砰 跳出來 Paul 離開了 我以為他死了 他屁啦 已經開始在拔拔拔了對不對 電影已經準備好了 天啊 我們來看是A還是B 哪種群組讓你覺得很擾名 聽聽Po Will怎麼說 當然是選B啊 工作群 這個群組呢 讓我很想知道裡面的訊息 很怕漏掉訊息 但又很怕它吵到我 很想要把它關進裡面 就像有時候 明明下班呢 有些同事就是喜歡 在下班的時候 討論上班工作的事 或甚至主管 很喜歡在你睡覺的時候 故意呢 給你一個任務 讓你整個睡意都不見 真的是非常的不喜歡 這一題我會選擇 B 工作群 因為親友權其實就是 有時沒回其實也沒關係 長輩他們都會覺得 欸 應該是工作很忙 然後都會體諒 但是工作群就不一樣 很多時候 我覺得壓力很大 是因為工作群 不是應該講工作嗎 但有些同事就很愛講說 你要不要團購這個 團購那個的 然後拒絕很多次 也很不好意思 就久久就會想說 好吧 我加一 這整個就會覺得 啊 有一點壓力 為什麼呢 就是工作群不好好 講工作的事情 根據調查 多數KOL投給了B 工作群得票比例60% 你覺得正常嗎 如果有人喜歡我們的討論 那就快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的最新影片 那還想看其他更多影片嗎 那就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8月1日起 週一至週五晚間9點 請鎖定 我就問你正常嗎